A B C D 剪刀 石头 布 欢乐 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 下课去 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 我是花儿姐姐 好 那小朋友有没有打过这个雨球啊 你知道这个羽毛球吗 羽毛球 羽球它呢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吗 好 羽球呢 它其实是一个隔着这个球网 然后使用一个长柄的网状的一个球拍 去挥击平口端的 砸有一圈羽毛的 这个半球状的这个软木的一个运动 那当然呢 根据参与的人数呢 可以分为单打跟双打 那这个羽球的打击 它其实呢 会跟网球有一点点相近 那羽球的选手 除了这个体能要求之外 那也讲究了短时间的一个爆发力 还有这个反应力 好 所以呢 从1992年的时候呢 羽球就被奥运会呢 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哦 Twink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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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ttle star by bwd6 翻 check 飞行啊 翻行啊 飞行啊 飞行 一闪一闪亮晴晴 就像妈妈温柔的眼睛 字幕pees новых彬音 paradise 是我成长的牵医 记录着我成长的心情 记录着我成长的心情 放心啊放心 一闪一闪亮晶晶 就像妈妈温柔的眼睛 是我成长的倔意 记录着我成长的心情 记录着我成长的心情 妈妈永恒美丽的心 是天父亲手载重的心 云海天父深深的记忆 为我牵挂 为我游戏 妈妈永恒美丽的心 是天父亲手载重的心 云海天父深深的记忆 为我牵挂 为我游戏 噢妈妈的心 妈妈的眼睛 还只是你永远的满旧 满旋的满旋 噢妈妈的心 妈妈的眼睛 还只是你永远的满旋 满旋 妈妈永恒美丽的心 是天父亲手载重的心 云海天父深深的记忆 为我牵挂 为我游戏 噢妈妈的心 妈妈的眼睛 还只是你永远的满旋 满旋 噢妈妈的心 妈妈的眼睛 爱只是你永远的满旋 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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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永恒美丽的心 是天父亲手载重的心 云海天父深深的记忆 为我牵挂 为我牵挂 为我游戏 云海天父深深的记忆 为我牵挂 为我游戏 妈妈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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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跳舞 我爱唱歌 欢迎来到音乐娱乐时间 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音乐娱乐时间当中 花儿姐姐没有介绍影视圈的明星 花儿姐姐介绍的是最近就是媒体的宠儿 这两个人他们是赢得了这一次奥运的羽球的双打的金牌 他们就是李洋跟王麒麟 花儿姐姐今天来介绍他们一下 花儿姐姐先讲这个李洋好了 木子李 海洋的羊 李洋他是谁呢 当然他是羽球的运动员 李洋是1995年8月12号出生 跟花儿姐姐是同月同日生 他是台湾的男子羽球的运动员 曾经是银行的一个球员 当然他过去开始打的时候 他的搭档并不是王麒麟 因为他曾经跟李哲辉参加了2018年 亚运羽球的男子双打的比赛 夺得了铜牌 那么在2018年底开始 才跟王麒麟一起组成了林洋配 那么他们两个人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 这个羽球男子双打比赛 也获得了在台湾史上首面的羽球奥运金牌 那两个人在2024年巴黎的奥运羽球的男子双打比赛 又再次的获得了金牌 所以真是创下了这个 奥运史上首次 这个羽球男胜的一个连续赢得金牌的记录 好那刚才花儿姐姐有讲到 李洋跟我是同月同日生 所以以后我每次生日 我就会想起李洋 心中也可以默默的祝福他 好那李洋其实是出生在台北 而他的家是涉及在金门县的金宁乡 那一开始他本来是一个手球队的成员 后来他才转战这个羽球 那他的妹妹其实叫李芷珍 李芷珍他其实本身也是在台湾的羽球甲组的选手 他们的兄妹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两个人 好那李洋跟李芷珍他们从小就是爸爸 李军玉他亲手的教导他们羽球 那每一天都会带他们去练习 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呢 爸爸为了让他们接受更好的训练 然后就转学了 后来呢上了这个初中 好那一开始呢 就是好像读得不错 但是后来他在念基隆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啊 他因为呢没有办法晋级甲组 他就决定要放弃这个羽球 然后去选择念书这一条路啊 可是在高中的下学期 他跟他的搭档呢 好就在青少年的国手 这个选拔赛当中拿下了冠军啊 而且呢还在该年跟全国这个羽球的排名赛 获得遗嘱的冠军成功的晋级到这个甲组 所以后来呢他就走上这个运动之路了 好那很有趣的是 其实本来他刚开始呢是想念书啊 但是没想到呢 后来打了一个金牌 打了一个冠军 所以呢 爸爸呢就觉得说 他好像可以打这个羽球哦 好于是呢就支持他啊 那另外王麒麟呢 他呢是跟李扬是搭档 可是他之前呢也不是跟李扬的 那他是在1995年的1月18号出生 也是台湾的羽球运动员 那他主要的专攻呢就是双打的项目 好那其实呢 他一路上都是念跟体育有关的 那在后来碰到了李扬呢 他们就组成这个林扬配 那之前呢他也曾经跟一个 就是他现在目前的教练叫陈宏林 他们就组成一个麒麟配 那麒麟配呢在全世界的一个排名 大概是第四 那跟李扬呢组成的这个林扬配呢 现在目前世界的排名呢是第二 所以其实王麒麟呢 不管是跟教练也好 或者是跟李扬也好 你都听得出来啊 他自己本身呢应该就还蛮厉害的啊 那他的家的人呢都很喜欢打羽毛球 他的爸爸呢其实是个军官 然后后来到大学里面去教书 就认识他的母亲 那为什么会认识他母亲呢 就是因为他们一起呢去打羽毛球 所以呢就透过这个运动呢就产生了艾苗 于是呢就在一起了 所以呢王麒麟说啊 其实打羽球啊 就是他们全家人的休闲活动哦 好那当然爸爸也非常的培养他 让他可以走上这个国际之路啊 好那李扬跟王麒麟呢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都不晓得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嘛 但是后来慢慢的就在新闻里面去看到他们 就是林洋沛开始的时候 林洋沛呢其实他们一开始也没有那么的顺利 因为刚刚花儿姐姐有说 王麒麟呢他原本的搭档是他的教练 就是陈宏林 那后来因为陈的年纪呢比他大很多 而且呢他有旧伤 所以后来最后呢就选择要退役呢 好去当教练 那就帮王麒麟呢去找他的partner 结果没有想到就找到李洋 李洋那时候呢 他其实之前是跟王麒麟都是初中的同学 那他们两个呢都彼此有想到 对方其实可以试试看 可是呢因为李洋那时候呢 他在某一家银行跟王麒麟的银行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啦后来李洋呢 他自己去想了一想以后呢 他就决定要跳槽 然后呢就去跟王麒麟配搭 那陈红麟呢就是王麒麟他原本的这个partner 就变成他们的教练 那在冬奥的时候呢就让他们一战成名 因为呢谁也没有想到第一场的比赛 就输掉的组合 居然最后还能栽金 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们愿做好儿女 赞美上帝大恩典 上帝慈爱和灯达 当赞美天父 恳求我祝我护身 离我向前不齐能 用你伸手扶持我 永远引导我 我们愿做好兵兵 依靠上帝大恩典 我要依靠主神手 住笔情子里 恳求我祝我护身 离我向前不齐能 用你伸手扶持我 要愿引导我 我们愿做好奴仪 依靠上帝大恩典 所作所为和主意 套主的喜悦 恳求我祝我护身 令我向前不齐能 用你伸手扶持我 永远引导我 我们愿做好儿女 赞美上帝大恩典 上帝大恩典 上帝大恩典 当三美天赴 恳求我祝我护身 令我向前不齐能 用你伸手扶持我 永远引导我 我们愿做好兵典 依靠上帝大恩典 我要依靠主神手 主笔情子里 恳求我祝我护身 令我向前不齐能 花儿姐姐今天呢 在我们的音乐娱乐时间 跟小朋友介绍 就是呢 之前有段时间 在荧光幕前 非常吸睛的 就是李洋跟王麒麟 那李洋跟王麒麟呢 其实他们都有一个 非常健康的一个心态 就是说 他们觉得 不管在比赛的过程里面 他们是输的 有多么难看 或者是呢 他们可能呢 是让别人失望了 那可是呢 他们告诉自己 我们有一个 共同的目标 那个目标呢 就是最后 达到最后 要得到那个金牌 所以呢 的确 这也是鼓励着我们 小朋友 虽然有时候 我们可能在 准备考试的过程里面 比如说学校里面呢 他会有很多种考试 比如说小考啦 断考啦 或者是 学测分科等等 那虽然呢 准备的方向啊 还有范围跟方式呢 都不太一样 但是呢 不要因为呢 一次这个考试的不如意啊 就放弃了自己啊 因为呢 只要方向正确啊 这个路途呢 就不会太遥远了哈 那这就是呢 那这就是呢 李扬跟王岐林 他们在面对 羽球这样子双打的一个 练习过程里面 他们的一种心态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虽然这个过程 可能我们表现有时候 不会很好 或者甚至我们得到了 一个很差的成绩 但是呢 因为我们知道啊 就是我们前面的方向 还有我们的目标 所以呢 其实我们会继续的 向前走 好 那这就是呢 李扬跟王岐林呢 他们一种非常健康的心态 那我们呢 把时间转到了这个奥运啊 就是在巴黎的这个奥运啊 那这一次的这个比赛呢 也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 好 那小朋友如果有看过李扬 就是李扬配呢 他们的打羽球 就发现说 他们真的是很有默契啊 那曾经有记者去访问 他们三个人啊 就是包括了李扬啊 王岐林 还有刚才华尔姐姐说到 就是之前呢 担任这个王岐林的partner 以及现在的这个教练呢 好 就是陈宏林 那他记者就去问他们说 那你们觉得这一次 在巴黎奥运呢 得到了金牌 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 好 是不是一个奇迹 好 那他们呢 真的就回答 他们说 其实并不会是奇迹啊 因为呢 其实我们都有在练啊 好 然后 我们呢 也都有牺牲啊 比如说 陈宏林呢 他有牺牲啊 他就不会成为这个partner 他呢 就成为教练 就不会在荧光幕前 那荧光幕前都是李扬跟王岐林 嘛 那当然王岐林呢 也会觉得说 嗯 还好有李扬呢 让他们可以组成这个李扬配 那李扬呢 他也觉得 很感恩就是说 他遇到了王岐林啊 所以他们以后有李扬配这样的一个称号 那很多旁边人就会觉得说 那其实啊 陈宏林的牺牲好像是最大的耶 好 因为呢 他不但没有继续打 而且呢 他还当这个教练 那王岐林呢 就回答 他说 其实这个社会啊 真心呢 为你好的人并不多 那也就是说呢 其实陈宏林 他是一个真心呢 对待李扬跟王岐林的 这样的一个教练 那让人呢 觉得非常的感动 那小朋友 你会问说 那李扬跟王岐林 他们是不是继续的 要上层楼 然后他们要 再一次的去参加四年之后 的这样的一个奥运 其实在 这一次的巴黎奥运里面呢 当他们夺得金牌 打完的时候 李扬呢 他就直接宣布了 他要退役了 因为他不要继续的比赛 他想要去担任教职 所以呢 其实他们后来呢 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家乡 在台北呢 参加了 这样的一个公开赛 就发现 两个人怎么又回复到以前 那种没有默契 然后呢 好像乱打的感觉呢 的确 这点就是蛮有趣的 在奥运这个男双的金牌之后呢 他们参加 在台北的公开赛 结果没有想到呢 他们竟然是以21比15 15比21 还有20比22呢 不敌他们的敌手啊 结果止步了16强 我自己觉得说 他们可能呢 其实已经心情很轻松了 就是说对他们来讲 这个夺取 这个一场比赛的冠军呢 已经不是他们的目标 而且呢 他们在这样子一个比赛过程里面 他可以怎么样去示范 他们的一个技巧 然后他们怎么去跟这些观众 去拉近这个距离 那我想他们也想把这个机会 让给一些晚辈嘛 就是球场上的这些新秀 所以呢 花儿姐就觉得 其实在这一次台北的公开赛里面呢 没有打好 其实也还好啦 就我也不会觉得太奇怪 好 所以呢 这就是李扬跟王麒麟 他们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哦 走吧 我的朋友 别回头 别担心 走吧 我的朋友 这世界 太多的神奇 你是否感觉到你心中有一种声音 在敲击你的心 季节里总会有些事情向你接近 夜里看着太阳慢慢升起 月亮悄悄来临 平淡的一天又要过去 你还站着手着彷徨犹豫 害怕未知的旅行 走吧 我的朋友 别回头 别担心 走吧 我的朋友 这世界 太多的神奇 需要去追寻 别忘了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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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心 能为你生命 能为你生命填满意义 能为你生命填满意义 风墙地图就要慢慢退去 担心 失去希望的痕迹 走吧 我的朋友 别回头 别担心 走吧 我的朋友 还有这世界 太多的神奇 需要去追寻 别忘了带着勇气 向远方的平线陪势 眼光中还有多少热情 多少悲哀欢喜 能回忆生命天难以滴 梦想地图就要慢慢退去 失去希望都更近 走了我的朋友 别回头 别担心 好小朋友今天呢 我们介绍的是 就是奥运的男双的 这个羽毛球金牌得主 李扬跟王麒麟 好其实羽球呢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 花儿姐姐小时候也真的好喜欢羽毛球 因为他也不需要去一个什么很大的场地 他可能在你们家门口 你只要有一组这样的一个网拍跟羽毛球 你们就可以打起来了 但也要邻居跟你一起玩了 但是羽球呢 除了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简便之外 他呢其实也可以提升我们的激励 还有心肺力 以及锻炼我们的眼力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说 运动一小时 严瘦一小时 那么规律的运动呢 可以减缓我们老化的一个速度 也有助于呢 降低我们的焦虑 跟这个舒缓的一个压力 好所以呢 打羽球好处很多 增强肌力 骨骼力量 提升心肺能力 以及锻炼我们的眼力 哦 赤膀边的绒树上 只留在声声叫着夏天 口袋里没有半毛钱 书客四郎和魔鬼当 到底谁唱到那只宝剑 隔壁班的那个女孩 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 嘴里的零食 手里的漫画 心里初恋的童年 总是要等到睡觉前 才知道功课就做了一点点 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 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 一寸光阴一寸金 老师说过寸金 南麦寸光阴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小朋友 听完今天的节目 是不是很有收获呢 哈尔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 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 获得很多的知识 也希望每个小朋友 都不要忘记 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 信心跟行动哦 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 改变世界吧 还有还有 每个小朋友 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 彼此相爱 孝敬父母 有爱兄弟姐妹 让我们每一天 都带着希望 努力面前 哈尔姐姐祝福你 好了 各位小朋友 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我是 哈尔姐姐 你不要忘记 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 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轻轻飞过来 一片片绿油油的高天 谁踩蜡笔和玩花筒 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 什么时候 再能像高年纪的同学 有张成熟与张大的脸 盼望着假期 盼望着明天 盼望长大的童年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盼望长大的童年